HIGH 大家好我是Charles 歡迎來到Charles的影像敘事模式小教室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手機或是相機全自動模式 就可以讓照片變好看的方法 那其實我們在拍照最重要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構圖 然後第二個是控廣 那我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構圖的技巧 那構圖其實最萬用的 就是不管是相機或是手機 都會有一個九宮格構圖法 那這其實你的手機或相機都可以開啟九宮格的格線 幫助你去做這個構圖 那其實大家都會說九宮格構圖 就是把主體放在線的交叉點 那這個是比較基礎的運用 會讓照片看起來很活潑 可是我們這邊要分享是更進階的 九宮格其實都代表我們把照片切成了九等份 然後代表了它照片的不同的份量 因此我們去分配照片的不同元素 在照片裡面的比例的話 就可以讓照片呈現出不同的效果 像這張照片呢 我們把海的部分放在照片的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以及我們下張照片 讓海出現在照片三分之二位置 那這個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呢 就有不同的重量 那其實大家在看照片的時候呢 就會有不同的感受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三分構圖法 那接下來呢會有一個比較進階的運用 我們在斜置的部分啊 佔了這個整個照片大概九宮格裡面七格 所以它的重量是比較重的 那我們把人擺在中間 那它只放了一個格子 那因此這七格跟一格的重量呢 就會形成很強烈的對比 像這些鞋子呢 壓在這位長者身上 那長者它有一個打瞌睡的動作 可能有點隱喻說 其實生活是相對的是沉重壓力的一個感受 那這就是我們九宮格的構圖 去分配重量影響照片呈現的一個進階應用 以上是我們構圖技巧的分享 那關於控光的部分 就我們在線上課程 Charles的影像敘事模式再見囉 和平洋的東西 然後按畫面 二幸中心拍的 三幸中心拍的 無暗 三幸中心拍的 你還在裡面